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露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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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遇到了這個 露竹小姐 這個露竹呢 出現 可是她以為 她根本不知道 她以為是 喔 這行路好好玩 然後就不知不覺 兩人就談得戀愛 最後發現這一項的時候 她真的無法接手 人跟露 怎麼澄清呢 大家好 我是陳昭婷 在《東海中林》裡面 劇中呢 是飾演著一個 由梅花露 然後她修煉成人形的女孩 《露竹》 《露竹》 愷冄 那就是要煮中璽了 趙徹 先出一點比較油膩 這個是我比較沒有去嘗試過的 他比較油膩 然後比較奢華 油膩的話可能是遺傳 小油膩的話 我們的父王應該就是大油膩 然後 他說他是小油膩 我是老油膩 所以我們全家是油膩膩 看到人性最貪婪 自己油 對 最貪婪 然後最醜陋的一面 裡面大概會有一段 會讓人家覺得很毛糊手賴的 他這次的演出喔 非常特殊喔 從第一場開場到結束 你都沒辦法看到他的真面目 這個角色都困難你知道嗎 大鹿 非常多錢的大鹿 我雖然不知道他到底會是怎樣 那一支鹿花很多錢 然後因為這件事情 導演跟老闆 他們兩個 差點要打起來 因為一個要道具上去 一個要我上去 我說你們兄弟決定好就好 我沒有意見 然後 我叫柯靜樓 我記憶裡我都主要對付的 就是漢總理 結果姻緣巧的 他竟然碰上了白鹿 我變成月老公公 看昂西爽 我是劉月毅 在東海總理飾演北極懸天上帝 沒錢買鞋子的 你不要亂講話 等一下是北極送給我 我可以算鞋子 我就是飾演的是西腔皇后 北極龜 我叫張瓦儀 我在劇中的角色飾演白鹿貞 我叫林紹俊 在本劇中我飾演西腔第一勇士杭烈將 我是明華元總團王潔玲 我是飾演漢林帝身邊的 慘媚的奸臣張蓋 我們這齣戲我覺得高朝點 讓我自己很感動很感動 是在最後一場 中理權幾乎是發瘋了 他看到一隻千年百鹿 就是他的父親 這個鹿仙 他已經成仙了 但是他為了救皇帝 為了幫中理權速度的救皇帝 離開了這個陷阱 離開了困難 但是最後他發現 黃帝 不能劇透 對 不要說了 最快講完 不是啊 就說黃帝 白鹿先生請到燕味裡面 一起喝酒歡樂 其實另外20年前就開始做新傳 剛好到這個時機點 其實我們的小生小蛋 越來越少年 越來越漂亮 更加越好 讓大家都能夠有亮相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提出來 漢總理 是兩個人雙眼 一個上半掌 一個下半掌 朝鮮打頭陣 然後我押後面 每一個神仙 我們寫一齣戲 唯獨東海中理 我們寫兩齣戲 空中世界一個非常特殊的 東方的聖誕老人 就是孔子 我們孔子的角色 讓三個人變 幾乎台灣現在所有的劇場開幕 或者修館再重新開始 都是明花園來打頭陣 幾乎到每個里長說 有什麼節目 有沒有明花園 我說有有有有 一定有 都在問明花園 有沒有明花園要來 整整製作了 差不多有八年的時間 這八年來 我特別特別感謝兩個人 第一個就是我 三十五年來的老朋友 王孟超執行長 第二位 是明花園的首席編導 陳勝國老師 東海中理 會讓大家看見 台灣本土新劇 明花園總團 可無限可能